恭喜恭喜 祝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龙马精神 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当然要做一些传统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会教大家做汤圆 事不宜迟了 是时候要开始了 有些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番薯汤圆 已经制作完成 兼且煮了 看看汤圆先 好可怕 你看 多精盈滴透 多饱满 我现在要试吃汤圆 哇 这些汤圆 香笨笨 流了口水 放入口 什么 这汤圆这么漂亮 实不是我做 神经病 我给你们製作课程 去片 有点消灭 对 有点消灭 有点消灭 我给你熟灭 看 咱们 有点消灭 有点消灭 我给你熟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这一粒也很漂亮 这一粒就叫大猪 这一粒就叫小猪 这一粒叫什么 这一粒就是龙猪 这一粒就是傻猪 哇!粒粒也有名 非常漂亮 现在都马上很想吃 嗯! 你们看到了 看到我大师级的手艺做汤丸没有? 现在真的要试吃 哇! 齿汤丸子鹰天酱油 真是好吃 没有太甜 烟韧得泪的香味 滑入糯米皮 皮薄餡 一粒 一粒 这一粒呢 这一粒呢 又叫大猪 特地效敬你们 阿嫂杰EBB 喂! EBB吃汤丸子 完 1 1 2 1 1 3 3